属灵人,卷四灵第三章,属灵的工作泥妥生。 当信徒在他的灵程上逐渐进步时,他就逐渐看得清楚为自己活着乃是一个罪恶,一个最大的罪恶。 为自己活着的信徒好像是一粒的麦子不肯落在地里死了,所以他终究不过是一粒。 有的信徒,他寻求圣灵的充满,他喜欢成功为一个有能力的属灵人。 但是,目的是为什么呢? 要叫自己快乐,觉得更舒服。 如果要他完全为神和神的工作而活,不管他自己的快乐,自己的感觉,他就退缩不前。 这无他,因为他误会了属灵的意思。 在他心最深处,浑生命的自爱还未施丧呢。 凡做神儿女的人都是神的仆比。 他们每一个都从主那里得着恩赐,没有一个是没有恩赐的。 胎二五十五,神把他们安放在他的教会里,都有他们所应当做的那一部分功夫赐给他们去做。 神的目的始终不是要叫信徒的灵成功一个属灵生命的水池。 如果这样,水就要开始干涸。 信徒的退步,灵力的减少,大约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神的生命在灵中一倍拥塞,信徒就开始觉得干旱。 灵命源是为着灵宫,灵宫不过就是灵命的发表。 灵命生活的秘诀,就是如何使生命不间断地流出,以达到别人的生命里。 信徒灵命的粮食,就是做神的工作。 约四三十四,如果属灵初步的尚未足以于此,的信徒专顾自己的灵性将他的读经和祷告作为自己的娱乐,就当他们顾得自己时,神的国度已经受大亏损了。 信徒必须相信神会养活他们不止在肉体上,也在灵性上。 如果信徒饥饿时,肯忍饥而不去找吃时,单做神所要他做的,他就要得着饱足。 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吃灵粮。 在供给自己世上注意的,反要一无所得。 专心顾念神国的事的,反要得着满足。 如果信徒不顾自己,而专以赴的是唯念,他就要看见自己尝试饱满的。 信徒切不要过分地要求心有所得,其实他的需要,乃是保守他所以得的不失去,因为没有失去,就是得着。 保守的法子,就是用他所得的,因为埋在地里,乃是失去的法子。 当信徒让他灵里的生命到处涌流的时候,他不只得着人,并且也得着自己。 但是,这并不是因要得着自己才得着,乃是因要失去自己来得着人。 属灵人里面的灵命,必须借着外面的灵宫而涌流出来。 如果信徒的灵尝试开放,自然对于仇敌应当关闭着,神的生命就要从他涌流出来,以拯救,造就许多的人。 属灵的工作一停止,属灵的生命就受阻恶。 此二者是不能分开的。 无论信徒属世的职业是什么,都有他工作的范围。 属灵的信徒,知道他自己在基督身体上的地位,所以就也知道他自己工作的范围。 因为每一肢体都有他的用处,不负他的用处,就是他的工作有的恩赐,乃是为着某种肢体的,有的乃是为着全体的。 信徒应当知道自己恩赐的范围,而在他那一个范围内工作。 许多属灵信徒的失败,就是在此。 不是退缩不做工,以至叫灵命没有发展的可能,就是做他范围外之工,以致灵命受了伤损。 不用手足与盗用手足,损害是一样的。 留存灵命,乃是失去的独一方法,但是胡乱工作,也是叫灵命不得其门而出。 属灵的能力 我们如果要得这能力为基督作证,与撒旦征战,我们就不能不求精力上的充满圣灵。 不错,今日寻求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天多过一天,但是寻求被圣灵充满,逮着属灵的能力到底是为着什么呢? 多少的人寻求能力是为炫耀呢? 多少是为着叫自己的肉体更有光彩呢? 多少的人是盼望的这能力,就可以叫人在他的面前倾倒下来,免得他们用苦工去寻求,去征战呢? 我们必须看得清楚,我们到底是为着什么要得圣灵的能力呢? 存心若非合乎神,处乎神的,自然得不着。 神的圣灵并不降在人肉体之上,他所降下的地方,只在神所心造的灵上面。 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让外面的人,肉体,存活,而求神将我们里面的人,灵,浸在圣灵里。 肉体如果尚未经过对付,神的圣灵就不降在人的灵上面, 因为赐能力给属肉体的人,除了叫他夸耀,叫他变成更属肉体之外,并无别的结果。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十字架是在五旬节之前。 圣灵不肯将能力赐给未经过十字架对付的男女。 耶路撒冷的楼上,唯有个个他有路可通。 唯有效法主的死的人,才有接受圣灵能力的可能。 神的话是说,圣告犹不可倒在人的肉体上。 初三十三十一至三十二,不论是最污秽的肉体也好,或是最文雅的肉体也好, 神的圣灵是不能降在他上面的。 什么地方没有十字架的定痕的,什么地方就没有圣灵的告犹? 主耶稣的死,就是神对一切在亚当里的人所下的断语,都应当死。 神乃是等到主耶稣死后,才降下圣灵。 照样,信徒如非有了主耶稣死的经历,意思就是像一切属乎就造的死了, 他就不能盼望看见圣灵的能力。 历史上的五旬节是在各个他之后的。 灵力上的充满圣灵的能力,也是在背负十字架之后的。 肉体在神的面前是永远被定罪的,神就是要他死。 如果信徒不要他死,反要得着圣灵来装饰他, 叫他更有能力为神做工,岂非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存心到底为着什么呢? 个人的犀利吗? 名誉吗? 人的欢迎吗? 属灵信徒的敬佩吗? 成功吗? 叫人悦纳吗? 建造自己的吗? 存心不清洁两亿的存心者,都不能得着在圣灵里的尽力。 也许我们以为我们的存心是很清洁的, 但是,我们的大祭司要借着敬余, 叫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心到底真是清洁的佛。 若非等到我们现在的工作完全失败, 当人以我们的名为臭恶, 轻看,拒绝我们时, 我们恐怕很难知道我们的存心是否完全为神。 每一个真为主所用的人,都是打这一条路走。 十字架什么时候完成他的工作, 什么时候,我们就堪接受圣灵的能力。 然而, 岂非有许多的信徒并没有十字架的深经历, 但是,他们也有能力为主做见证, 并且主很大用他们吗? 圣经告诉我们, 在圣告犹之外, 还有与圣告犹相似出三十三十三的告犹呢? 可以调和得很相似, 但是, 并非圣告犹。 我们不要羡慕成功和伟大, 我们只看我们的旧造, 一切从生就带来的, 曾否经过十字架。 肉体没有经过死, 而有能力的, 这能力必定不是圣灵的能力。 有鼠灵眼光的信徒, 和到了曼子那一边的信徒, 都要知道那样的成功是没有一点鼠灵的价值的。 乃是当一位信徒真的定罪他的肉体了, 且随着灵而行, 他才会真得这圣灵的能力。 不然, 他就是要他的肉体得这鼠灵的能力。 肉体如果未经过死, 灵就没有特别的这能力的可能, 因为肉体能力的存在, 就是说肉体的掌权。 肉体掌权, 灵就被压制。 圣灵的能力乃是降在一个已经满有圣灵的灵上面。 因为唯有如此, 圣灵的能力才有外流的可能。 乃是因为里面已经满了, 所以再进来的能力就洋溢出去。 所以, 信徒一面虚向就造死, 另一面虚在生活上学习如何与圣灵同行, 然后会得着能力。 这个圣灵的能力是每一个信徒所应当追求的者的。 心思上的明白, 乃是不够的。 必须有圣灵真的还为他的灵方可。 工作的有效力与否, 全看信徒有无这样的尽在圣灵里的经历。 圣灵需要出口。 何等的可怜? 他在许多信徒的身上总找不着一个出口。 有的有罪拦阻, 有的骄傲, 有的冷淡, 有的充满己异, 有的倚靠魂生命。 圣灵的能力没处发现。 除了圣灵之外, 我们的根源已经太多了。 在我们寻求圣灵能力这件事上, 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思清明, 保守我们的意志活泼。 这是为着预防仇敌的假冒。 在另一方面, 我们应当让神取缔我们的生命, 所有属乎罪恶的、 不义的、 可疑的都一一除去, 全人奉献给主。 用信得者所应许的圣灵。 加三十四, 安息在神里面, 以为神必照着他的话语, 在他的时候施行。 不要忘记这件事。 神若持眼, 就应当让他的亮光 多查考自己的生活。 如果神教我们得着能力时, 有所感觉, 我们也喜欢。 如果没有, 我们就是这样的信他已经做了。 信徒得着能力与否, 只看其精力够了。 得能力者, 他的灵的知觉 必定变成非常敏锐。 他就必定地找口才, 不是属世的, 为主作见证。 他的工作, 必定有效力, 有永久的果子。 能力是灵工的根本条件。 信徒得了圣灵的能力之后, 叫信徒对于他自己灵的知觉, 有极明了的感觉。 在神的工作中, 当信徒得着能力之后, 他必须保守他的灵自由, 好让圣灵流出他的生命来。 保守灵自由, 就是保守灵常在圣灵能做工的光景里。 例如, 神命一位信徒去领一个会。 这信徒的灵, 必须是自由的方可。 他不应当来到会中时, 他的灵里尚是有许多的负担或是重量。 这样, 就叫全会好像都有了负担, 变成坚硬打不破一般。 领会者不应当自己有了负担来到会中, 盼望会中有什么作为, 或是情形帮助他, 叫他自由。 依靠会中的响应, 以释放领会者自己灵的负担, 乃是一个失败。 信徒到会场时, 他自己的灵必须轻快无类方可。 因为许多聚会的人, 当他们来时, 他们都是蛮有负担的。 领会者应当用祷告、 诗歌或是真理先释放他们, 然后才传扬神的信息。 若领会者自己先有了脱不了的负担, 他怎能盼望别人自由呢? 我们应当知道, 属灵的聚会, 乃是灵与灵的交通。 传信息者, 乃是从灵中传出他的信息, 听者也是从灵中接受神的话语。 不论是灵者或是听者, 他的灵中有了负担, 不自由, 这灵就不能向神开启, 不能感应神的话语。 所以, 信徒自己的灵必须自由, 也必须用功, 先将会众的灵释放, 然后以神的信息告诉他们。 我们必须得这圣灵的能力, 才能做有能力的工作。 但是, 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灵自由, 能力才能从灵里流露出来。 能力在信徒身上所表显的, 并不同量。 信徒各个他的经历有多少, 他五旬节的经历也有多少。 如果灵真是轻快, 圣灵就能工作。 但在做工的时候, 特别对个人, 有时也有灵关闭的经历。 这也有时因对方所致的, 或是因为你所遇见的人, 有特别的情形, 所以你的灵觉的关闭。 有时是因他没有敞开的灵和心思, 没有领受真理的能干, 或者心思里有不正当的思想, 以致阻止了灵的流出。 别人若有这样的情形, 就叫工作者的灵, 觉得好像关闭一般。 在许多的时候, 我们只看来者的态度, 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否对他做属灵的功。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灵, 被他所关闭, 我们就不能将真理传扬给他。 如果我们的灵觉得关闭, 我们勉强做工, 就恐怕所做的功, 并不是从灵而出, 乃是心思的出产品而已。 唯有从灵所做出的功, 才有永久有效的结果。 从心思出产的, 无论如何, 总是缺乏灵力。 如果我们不是先用祷告和预备的功夫, 将人的障碍除去, 以致我们能有自由的灵, 将神的话语传开, 我们的工作就要失去效力。 信徒必须学习如何随着灵而行, 以致他能知道如何在灵中工作。 灵工的开始, 开始做一件事是非同小可的事。 信徒并不可因这事是美好的, 是需要的, 是有益于人的, 就冒昧去做。 这些并不足以表明, 这功夫是合乎神旨意的。 神也许要兴起别人去做这功, 或者他喜欢, 这功夫暂时停顿。 虽然, 在人看来, 未免有些难舍, 但是, 神知道该如何做。 所以, 美好, 需要, 或有益, 都不足为我们工作的指引。 使徒行传是我们工作最好的借鉴。 在那里, 我们并没有看见谁现身做传道, 立志做主的功夫, 便做教士, 来当牧师等等。 我们所看见的, 乃是圣灵自己分派人, 自己拆遣人去做功。 神并没有征求人现身来做功, 神只拆遣他所要的人。 我们看见, 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拣选要做这功的, 都是神拣选他工作的工人。 人肉体的意思, 在此并没有地位可占。 神如果要, 就是扫罗也没法抵挡。 神如果不要, 就是西门也没法用钱买。 神是一切的主, 他管理他自己的工作, 不许一点属人的夹杂在里面。 并不是人来做工, 乃是他打发工人出去。 所以, 灵工的起始, 必须亲受主自己的护照。 并非因传道者的劝勉, 亲友的怂恿, 或自己的性质和圣道更为接近, 所以出来做工。 没有穿肉体的鞋的人, 才能够立在神工作的圣地上。 多少的失败, 虚费和纷乱, 都是因有人自己来做工, 没有受差遣去做工。 就是人已经选定了, 也不是被选的工人就可以自由行动了。 就肉体看来, 世上实在没有别的工作, 比属灵工作更束缚了。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所读的, 都是圣灵对说。 主对他说, 圣灵向他说, 被圣灵拆遣, 圣灵禁止他们。 做工者除了听命之外, 并没有权柄, 可以自己主张什么。 当日使徒们的工作, 并没有别的, 就是在直觉中, 知道了圣灵的意思, 就顺着去行而已。 这是何等的简单呢? 如果灵工是要信徒, 自己怎样用工来筹划, 来打算, 来支配, 来操心, 就除了那些天然有才干, 聪明和学问的人以外, 就无人会做了。 但是, 神乃是将一切属肉体的完全丢开。 只要信徒的灵向主是圣洁的, 是活泼的, 是充满能力的, 他就可以听主的调度, 而做最有效力的工。 神从来没有将支配工作的权柄交给信徒, 他只要信徒听他在灵中所要告诉他们的。 虽然撒玛利亚有了大复兴, 然而, 菲利并不负在那里做继续培养的工作, 他应当立即离开, 到旷野去救一个外邦的太监。 虽然亚拿尼亚从来没有听见过扫罗归主的事, 照着理性看, 到他那里去带导, 乃是送命, 但是, 他不能自己做主。 虽然犹太人的规矩是不应当到外邦人的家和他们交往的, 但是, 圣灵既说了, 彼得也不能抵挡。 虽然保罗与巴拿巴已经被圣灵拆遣了, 然而, 圣灵仍有权柄禁止他们往亚西亚。 然而, 下一次却引导他到亚西亚设立了以弗所的教会。 所有的工作都在圣灵的手中, 信徒不过服从而已。 如果照着人的思想和好物, 就当日有许多当去的地方不去了, 不当去的地方却去了。 这些的经历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所跟随的并非我们自己的思想、 理由、 好物、 决断乃是圣灵在灵中的引导。 这些也是告诉我们说, 圣灵并非借着我们的思想、 好物和决断来引导我们, 反之, 我们的思想、 好物和决断 都是与圣灵在灵中所引导我们的完全相反。 如果使徒们不能随着他们的心思、 情感和主意而做工, 救我们呢? 神所有呼召我们去做的工, 都是在灵的直觉中, 看卷武第一章, 启示我们的。 信徒如果就是照着心思的思想、 情感的作用和意志的欲望而行为, 就要走出神的旨意之外。 唯有从灵生的才是灵, 别的都不是。 信徒所有的工作, 必须在相信等候神以后, 而在灵中受启示才可以, 不然, 肉体就要进来了。 神所有照我们去做的, 祂都必定赐给我们灵力去做。 所以, 这里有一个最好的原则, 就是千万不要做工过于我们灵里的力量。 我们如果做工过于我们的灵, 我们就汲取自己的能力来帮助。 这是苦恼的初步。 伸张著作工, 叫我们不能随从灵而行, 也不能做实在的灵工。 现在的人几乎都是以理性、 思想、 理由、 感情、 感觉、 喜好、 愿意、 欲望等作为做工的标准。 但是, 这些都是出于魂, 所以, 没有属灵的价值。 我们必须知道这些东西, 乃是一个好仆人, 并非一位好主人, 我们若跟从了他们, 就要失败。 属灵的工作, 必须出自灵才可以。 神并不在灵以外的地方, 将他的旨意相启示。 不止如此, 当人家需要属灵帮助的时候, 工人千万不要让属魂的感觉来胜过属灵的关系。 除了清清洁洁的要帮助灵性之外, 其他属魂的感觉都是害人的。 这尝试工人的危险和陷阱。 爱心, 爱情, 挂心, 担忧, 趣味, 热心等等, 都应当完全受灵的指引才可以。 就是因为不遵守这个律法, 所以, 有的基督工人竟然因之而有道德和灵性的失败。 如果我们一方面让天然的犀利和属人的爱慕, 另一方面让天然的恨物和属人的寡情来支配我们的工作, 结果就是失败的, 工人的生命是荒凉的。 在许多的时候, 就是在最亲爱的人身上, 肉体上的关系也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 有时还是完全不理才能得着属灵的结果。 我们的意思和愿望必须完全奉献给主。 我们所当作的工, 只有我们在直觉上知道是圣灵引导的才可以做。 肉体从来没有参加神工作的可能。 我们属灵用处的大小, 只看我们让十字架斩割我们的肉体有多深。 并不是表面所成功的有多少, 乃是神借着定十字架的男女所做的有多少。 就是存心为主了, 为好起见了, 热心了, 劳碌了, 奉主耶稣的名了, 为着天国的事工了, 都不足遮掩肉体。 神只要他自己做工, 他不要肉体来干涉他。 我们应当知道, 就是在侍奉神上, 也是有献上反火, 非属灵的可能。 这个乃是惹神的怒气的。 一切的火, 如果非圣灵自己在我们灵中点着的, 就不过都是反火, 都是神所看为罪的。 所有为神工作的, 不一定都是神的工。 为他做是不够的, 问题是, 到底是谁做? 如果不是神自己从信徒的灵里做出来的, 而是信徒自己的活动和用自己的力量, 就在神面前并不算数。 一切出自肉体的, 要和肉体一同败坏。 所有出自神的, 才会永远长存。 唯有做神所吩咐的工, 才会不落空。 灵工的目的, 没有别的, 就是要人的灵的这生命, 或者已有生命的灵的这造就。 如果我们工作的目的, 并非注意到在人里面最深的灵, 我们的工作, 就没有一点属灵的价值和效果。 罪人所需要的, 并非一种加美的思想, 乃是生命。 信徒所需要的, 也非更多的圣经知识, 乃是什么足以喂养他的灵命的。 如果我们所有的, 不过就是加美的段落, 巧妙的比喻, 深奥的意思, 智慧的言语, 明通的理论, 我们就不过只会使人的心思多一种的思想, 使人的情感多一番的刺激, 使人的意志多一次的定义。 做了许多的功夫, 依然叫经过我们工作的人, 临死而来, 临死而去。 罪人的需要, 并非更好的理论, 更多的眼泪, 更坚的励志, 他所需要的, 乃是灵的复活。 就是一位信徒, 他也非需要外面的人的造就, 他所缺乏的, 就是更丰盛的生命, 可以叫他的灵长大的。 我们如果专注于人外面的人, 而忘记了人里面的人, 就是人的灵, 就我们所有的工作, 是完全, 绝对, 始终的虚空。 这样的工作, 和没有工作是一样的, 也许更坏, 因为反空废了光阴。 人可以受感动, 流眼泪, 忍罪过, 明白道理, 承认赎罪是有理由的, 对于宗教产生兴趣, 立志, 悔改, 签名, 读经, 祈祷, 复兴, 得着快乐, 做见证。 然而, 其人的灵, 可以尚未得着神的生命, 和从前是一样的死, 因为这些, 人的魂都可以做得来的, 不管他的灵是死是活。 我们并不轻看这些, 然而我们知道, 灵若没有活过来, 这些就不过是没有根的脉牙, 一经日报, 就会完全枯稿。 灵的重生在魂外面, 可以有这些的表现, 然而, 在他全人的最深处, 却接受了一个新生命, 叫他能认识神, 和他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如果灵没有复活, 以致会在直觉上认识神, 就所有的工作, 没有一点的属灵效果。 我们应当知道, 假信, 假重生, 乃是一件可能的事。 许多的人将会晤, 和相信混了。 会晤不过是心思理明, 这倒是有理由的, 是可信的。 相信在圣经里的意思, 就是联合。 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死, 就是联合自己与主耶稣的死理。 人可以明白道理, 但他不一定相信主耶稣。 我们所最注意的, 就是人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恩, 乃是因着相信神的儿子得永生。 但是, 人总得相信神的儿子。 许多的人相信赎罪的道了, 但是他并没有相信赎罪的救主。 人可以将羔羊的血乘在盆里, 但他也可以不将这血涂在新门上。 重生也是可以假冒的。 多少所谓的基督徒, 他们的生活和已经真重生的比起来, 好像都是一样的。 他们也很清洁, 也很敬虔, 也很肯助人, 也会祷告, 也常读经, 也常来聚会, 也很有爱心, 并且也出力救人, 来信基督。 但是, 他们虽然有了这些, 并且, 也说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 他们有一个根本的缺陷, 就是他们没有直觉上的认识神。 他们可以听, 也可以谈到神, 但是, 他们并不认识神, 对神没有个人的认识, 我的羊认识我, 也认识我的声音。 约十十四, 十六, 另一, 不认识主, 不认得主的声音的, 并不是主的羊。 人与神的关系, 既是从重生起手, 而且都是在于灵里面的, 就我们所有的工作, 都当在此点着重才可以。 如果图有表面的成功, 目的不过要使人热心, 奋心, 他就要看见, 他所有的工作, 没有一点属神的在里面。 我们知道了灵的地位之后, 我们的工作, 应当有一个根本的推翻才可以。 我们并非没有目标, 随着我们以为善地去做, 乃是明有目的要建造人的灵。 从前虽然注重属乎天然的, 现在应当注重属于神灵的。 所以, 灵工的意思并没有别的, 不过就是我们极灵而做工, 要叫人的灵活过来而已。 其他的工作都不是灵工。 我们如果真知道, 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 没有一点足以叫人得生命, 我们就要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没有用处。 如果真丝毫不靠, 也不用自己的什么, 我们就要看见自己是何等的软弱。 到了此时, 我们才知道, 我们里面的人, 我们的心我, 我们的属灵生命到底有多大能力。 平日因为我们太长靠着灵而活了, 所以,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是何等的美丽。 现今旁的魂的帮助都取消了, 专以靠灵的能力, 才知道自己的灵命只有这么大。 如果我们也不再要使人心思明白, 使人的情感受感动, 使人的意志立志, 而只要人的灵得生命, 我们就要看见除了圣灵真用我们之外, 我们实在绝对的没法叫人得生命。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约一十三, 神如果不生他们, 我们真没法子生他们。 到了此时, 我们才知道, 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做的, 我们不过是虚空的器皿而已。 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能生人的, 人里面也没有可以生自己的。 乃是神有我们的灵, 倾倒出他的生命。 所以, 灵工没有别的, 不过神自己所做的工而已。 凡不是神所做的, 都算不得灵工。 我们应当求神启示, 给我们看, 叫我们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性质, 是何等伟大。 也知道, 要做他的工是如何的需要他的大能大力, 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己意真是鱼丸, 我们的自恃真是好笑, 我们所有的工作, 不过都是死刑而已。 虽然在许多的时候, 神也曾施特恩, 叫我们的工作, 逮着越过我们所当得的效果。 但我们不应当以为, 我们现在更可以如此做了。 这样属乎自己的作为, 乃是无用的, 也是危险的。 我们必须知道, 神的工作并不是热切的空气, 吸引人的环境, 浪漫的思想, 失忆的想象, 理想的眼光, 理智的暗示, 热情的感动, 和不失意志的奋心, 好叫人能够长久热心所得作成功的。 如果灵工不过是梦想的, 并非实际, 就这些的方法仅可以用。 如果灵工真是可以叫人的灵魂, 重生, 复活, 得着新生命, 就若非神自己叫主耶稣从死复活的大能, 大力来做工, 是不行的。 我们应当看见, 我们所给人的如果不是神的生命, 就我们所做的, 在天上是没有称赞的。 无论我们的工作是充满了理论, 情感和使人励志的话语也好, 或者我们的工作是与理性, 感觉和刺激, 是完全相反的也好, 凡不是从圣灵所住的灵所发出来的, 都不会叫人得着生命。 假冒的灵力, 虽然也会发生类似的结果, 但是人的死灵总不会真从此得生命。 什么都得着了, 但是灵工的目的却没有得着。 我们的目的如果真是要人得着生命, 就我们所用的能力必须是神的能力方可。 如果我们利用魂的能力, 我们就要看见自己的失败。 魂虽然是活的创耳期, 但是魂不会叫人活, 叫人活的乃是灵。 约六六十三, 执意, 主耶稣末地后的亚当, 就是成了叫人活的灵。 灵前十五四十五, 他却将他的魂倾倒, 以至于死。 塞五三十二, 所以, 做主耶稣生命运和的人, 也应当将魂生命交于死地, 而借着灵生命来做工, 才会叫人重生。 不然, 魂生命虽然美丽, 但它却无生产的力量。 汲取天然的生命来做灵工的能力, 乃是不可能的。 旧灶断不能做心灶的根源。 旧灶勇不是心灶的助手。 如果我们受圣灵的启示, 及圣灵的力量, 我们的听众要在自责之中, 就蒙神教他们的灵活过来。 不然, 我们所讲的道, 就要变成加美的理想, 他们也要受一时的刺激, 再后就没有别的事发生了。 话语虽然是一样的, 但在倚靠灵力的, 就要变为灵的生命。 倚靠己力的, 就要变为人的理想。 并且利用魂力所做的工, 教人要求这样的感觉和理想, 以此甚于一次。 因之, 他们就围绕着一个能以这些给他们的人。 不知者以为, 这是属灵的成功, 人得的不少了, 但知者就看出, 他们在灵里尚是没有生命的, 因为他们的灵还不会活动。 这样的工作, 在宗教的世上, 好像鸦片, 酒精至于身体一般。 人所需要的是生命, 并非理想和刺激。 所以, 信徒们并没有别的责任, 不过奉献自己的灵, 给神做器皿用, 而将一切属乎他自己的, 交于死地。 神本来可以大用他的儿女做生命的运河, 使罪人得救恩, 圣徒得造就, 都是信徒一面将自己的灵塞住了。 另一面将自己所有的给人, 以致听众不过接受做工者所有的思想, 理由, 情感而已, 而至终没有接受主为救主, 而叫以死地灵活过来。 如果我们明白, 我们的目的乃是使人的灵得生命, 我们自己就自然当有相当的预备。 如果我们真是失丧魂, 以靠灵, 我们就要看见主从我们口里所发生的言语, 仍然是灵, 是生命。 灵宫的停止 属灵的工作, 尝试顺流, 在圣灵的水流中而下, 没有丝毫的勉强, 没有用肉体力量的必须, 这并不是说, 并没有世人的反对和仇敌的攻击, 意思乃是在主里面, 总是觉得有主的告有抹徒。 当信徒的工作尚是为神所需要, 他就在无论何种的艰难中, 总要觉得自己是在圣灵的水流之中。 圣灵源是为着发表灵命的, 这种的工作是很自然的, 是发展而又发展灵里面的生命的。 但是, 在许多的时候, 神许多的仆人, 因为受了环境的催促, 或者其他的原因, 就在不知不觉之中, 叫他所做的工变为机械时。 信徒一有这样的感觉时, 当查考看, 到底这种的机械尚为圣灵所需要的, 或者已经完成了他的用处, 而神现在要召开他自己的器皿。 主的仆人们应当知道, 工作开始是属灵的, 属乎圣灵的, 不一定继续下去都是属灵的。 因为有许多的工作, 源是从圣灵来的, 但是, 后来圣灵不是人已经不需要这工作了, 而人却继续做下去, 以为圣灵所开始的, 永远都是属灵的。 这样, 就叫属灵的变成属肉体的。 一位属灵的信徒, 绝不会在机械式的工作里, 看见圣灵的告犹。 当神已经不再需要一种工作了, 信徒若因着那工作外面的组织, 这不一定都是有形的, 而继续下去, 他就在圣灵的能力之外, 必须吸取自己的力量, 以供给这工作的要求。 当灵工应当停止, 而信徒尚不停止, 他就必须使用他的魂力和体力来做工。 在真正属灵的工作里, 信徒应当完全弃绝他自己的脑力, 天才, 恩赐等等, 才能为神做有结果的工作。 但是, 在不是圣灵所主领的工作里, 若非有信徒自己的脑力, 天才, 恩赐等, 就立刻不行。 工人应当警醒查看, 到底圣灵是在他工作的那一部分抹高, 好叫他知道如何与圣灵同工, 而随着圣灵能力水流之所在而做工。 信徒的责任就是注视圣灵水流的所在, 而跟从那水流。 如果一种的工作, 再没有神的加油, 已经出了圣灵的水流, 叫做工的有了一种沉闷停滞的感觉, 而在这工作之外, 他能够得着一个水流, 这工作就是应当停止的了。 有属灵分别力的人, 要比别人分别得更快。 现在的问题, 就是圣灵的水流是在那里, 是向那里而流。 一切工作, 不管起初如何, 繁会压制灵生命, 而不能做发表灵生命之寄托者, 或者阻挡圣灵, 叫他不能在生命和胜利上流露, 这工作就已经是一个妨碍了。 如果不是完全取消, 就是应当更正, 叫他顺服灵力的生命, 或者信徒对这工作的关系应当改变。 在信徒的灵力中, 有不少的人可做那些禅在组织, 有形无形都有理, 以致摧残他自己的生命的工作的例子。 起初神的仆人, 受了灵的能力。 神大做工, 蒙拯救的造就者甚多。 现在就应当有一种的组织, 或办法, 以保守所得着的恩。 因着需要, 请求, 也许有识, 命令的缘故, 这仆人就应当做培养的功夫。 这样, 他就被环境所捆绑, 不能再自由地跟从圣灵了。 这样, 他的灵命就渐渐地退下来, 然而, 那外面有组织的功, 仍然是很兴旺地继续着。 这是许多人失败的故事。 今日在灵宫中, 有一个惨项, 就是工人以他的工作为一个重担。 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常说, 我因着是工作, 忙, 连与主交通的时候都少了。 我盼望能够有机会暂停工作, 去灵修一时, 再来做工, 这真是危险。 我们的工作必须是我们的灵与主交通的结果才可以。 所有的工作, 应当都是一个喜乐, 都是灵命的满意才可以。 如果工作变作一个累赘, 工作将灵命和主耶稣隔开, 这个工作就应当立刻停止。 圣灵的水流既已更改, 就应当找他所在的地方去跟从他。 圣灵停止我们的工作和撒旦的阻挡是大有分别的。 但是, 此二者尝试为人所混乱的。 如果神已经说停了, 而信徒上是继续, 他就要从借着灵作弓堕落下来, 而用自己的脑力才干气力来支持。 他虽然抵挡仇敌, 然而并无圣灵的告友, 也不能得胜, 因这征战员是假的。 当信徒看见一有灵性上的阻挡时, 就当分别这个到底是从神来的, 或者是从仇敌来的。 他如果在灵里抵挡仇敌, 如果是仇敌的阻挡, 就当他借着祷告与神一同前进时, 就要释放自己的灵。 如果不是, 他若前进, 神要叫他自己的灵更受压制, 觉得重担, 没有自由。 所以, 神的仆人们在现今的时候, 应当除去一切神所没有给他的工作, 除去他早已当初的工作, 除去一切包揽的工作, 除去一切不是从灵来的工作, 除去一切压制灵。 教信徒离开灵的工作, 除去一切虽然良善, 却是看守信徒, 使他不能更高尚者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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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